美国总统拜登下个星期召开全球领袖气候峰会前夕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发国总统马克龙的邀请 出席中法德领导人气候视像峰会 讨论气候变化、中欧关系、抗疫合作和重大国际问题 有好云报道 习近平宣布 中国将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到达峰值 并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是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 中方将推动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及巴黎协定 希望发达经济体在减排行动力度上同样作出积极示范 习近平又表示 新型肺炎仍然肾虐约全球 中方反对疫苗民族主义 反对人为制造免疫洪沟 愿同法德在内的国际社会 一起支持和帮助发展中国家及时获得疫苗 中欧合作方面 中方将高水平对外开放 营造公平公正营商环境 希望欧方亦以积极态度同等对待中国企业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 欢迎中方降低碳排放的重大承诺 体现了中方主动承担重要责任 法方愿同中方就疫苗公平分配加强合作 就伊朗核问题等地区问题加强协调 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 北方重视十四五规划 比德中、欧中合作带来的重要机遇 愿意同中方深化互为互利的经贸合作 避免贸易壁壘 推动欧中投资协定尽快批准生效 最后三国领导人一致认为 要坚持多边主义 全面落实巴黎协定 并支持新型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促进人员健康安全有罪往来 推动国际经贸合作 早日恢复正常 有线电视记者 游浩云报道 变队 转发 预防 行动 转发 预防